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前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比赛呢 也知道今天是韩日之间的对抗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王磊八段 王老师你好 齐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磊 很高兴和大家一块欣赏这些前辈们的对局 这个比赛呢总共参加的是六位棋手 有韩国的曹李师徒 也就是曹勋泉九段和李长浩九段 还有中国的聂伟平九段和长浩九段 这也是一对师徒 那么日本的两位棋手呢 是两位超一流选手 就是小林光一九段和一田忌击九段 今天呢这是第三轮 也就是韩日之间的对抗 那么我们做闭上关呢 可能这个观战的心情就没有那么紧迫 稍微轻松一些 那之前呢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曹勋泉九段 在对着电脑正在下棋 也已经满头白发了 但是我看他的招法依然很犀利 第一盘赢了长浩的时候 是的 那今天呢是由一田忌击九段 对阵曹勋泉九段 然后小林光一九段呢 这是对阵里长浩九段 这是一田忌击 一田的气势还是很足啊 是的 我想起当年的时候 他被称之为老虎一田 拍棋子的时候 把棋子都给拍碎了 是的 这是咱们中国的那个云子 对对对 我想他的力量真够大的 这是小林光一九段 这个比赛当中 他和聂老师是 年龄最大的两位棋手 都是五二年出生 仍然非常专注啊 对 是的 老师看起来 没错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昌浩 他七五年出生 这就算是相对年轻的了 对 是的 他现在还是在一线下棋的 对 他还参加韩国联赛 对 这也挺不容易的 就感觉 像他这个年龄 对 在韩国联赛里算是老将了 是 跟他肯定 现在我们的联赛当中 82年以前的棋手 都已经见不着了 是的 是的 就年龄最大的就是胡耀宇 胡耀宇八段 他是82年出生 是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棋局 我们先来看一田几基 对曹勋玄的对局 这盘棋是曹勋玄指黑线型的 好 曹勋玄第一张是下的心味 黑气直接挂脚了 这也是曹勋玄老师的这个 以前他还在一线战斗的时候 最喜欢的下法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传统的理论认为空脚是最大 但是曹勋玄老师他是不这么认为 他一向都是觉得空脚 他不着急 所以看这一招 仍然带有他鲜明的特色 在这个AI时代 我们也希望 这些前辈们能给我们 让我们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围棋 如果招招都是看着胜率下的话 我觉得好像也挺没劲的 也全都是这个AI的下法 看点我们这个不一样的 没错 这一招直接挂脚 现在这对局里边 我觉得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 是的 黑气飞压 这个飞压是比较有压迫性的下法 取势 然后再度大奖 真是个性非常鲜明 是的 曹勋玄老师从韩国国会议员的位置上退下来 我感觉他是如实重负 没有什么恋恋不舍 终于有时间再去下棋了 对 我记得看他的采访 他说那个圈子完全就不适合他 他每天他都觉得是在度日如年 早就都想不干了 还是回来下棋吧 对 他说相对来看还是下棋最快乐 是的 最简单 最单纯 最公平 是的 没错 不需要搞太多的弯弯绕 只要在棋盘上下得好 就能够取得优势 就能够获得胜利 是的 是的 一天是小木 白旗下了这个小木 一天你看也很有个性啊 曹勋第一招他就知道了啊 曹老师他喜欢挂脚 但是他一点都不避开 下了一个啊 因为他说哎 我走个星位是不是就避开了 走个三三也可以不让你挂脚 但不你挂你就来挂 嗯 我不怕没关系 嗯 一天也是这个个性非常强的一个选手 那自然 曹老师就来挂 然后 小尖 这是非常厚实的下法 对 是的 嗯 然后这两个小尖 尖哪个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这两个什么区别 也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摆席的方法呢 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刚才王老师摆的第一步是这儿 大家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如果是按我的方向摆呢 我的第一步可能是摆在右上角 反正我们就倒过来 倒过来 有朝一日倒过来 是吧 对 现在我们可以马上就趁着手术还早倒过来 因为 呃 我一般是习惯于这样这样摆起 看着这个棋盘上的啊 但是呢 我 我觉得你这方面的经验可能更丰富 我们还是要为这个爱好者为棋友服务 那我们 棋友怎么看着舒服 我们怎么摆 那好吧 那我们还是倒一下吧 倒一下 我就有点有点算不过味了 这第一招是 让王老师看的可能别扭一点 其实我看的倒没关系 嗯 嗯 那第二招是在哪里 第二招在这儿 然后再挂 对 然后再挂这个 然后再小木 嗯 然后再飞鸭 是的 看来我这业务还不够熟练啊 没有关系 其实我看哪个都没关系 无所谓 我们还是希望能爱好者看 他们看的比较顺眼一点 顺眼一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然后现在下到这样了 其实这两个间啊 要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个间 嗯 选择这个间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边 我认为K7这边既然飞鸭取势了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比较厚 嗯 那么它如果要以这个为背景 去加工这个白子呢 这个厚实更容易发挥威力 那你在这儿呢 也同样走厚的话呢 呃 就能够限制住K7这边的 厚实的这个威力吧 啊 所以觉得这个间 对 跟那边的配置 呃 更有道理 有点小的理论依据 嗯 是的 嗯 可能我 我觉得也是这个间 好像跟符合常理一起 嗯 是的 嗯 但是这一天 它就是不走寻常路 对 对 它很有个性 而且一天呢 他这个 在网络上的对局 应该是 这些参加这些比赛里边 最多了 他经常他都在网上下棋 是吗 不挑对手啊 谁都来想 哦 哦 嗯 其他的好像你 你基本上的身影 都比较难以看到 那 王老师方便透露一下 他的网名叫什么吗 哎呀 这个好像我真是一时记不起来了 对一定是中文的 因为哦 他可能起的是 是不是一堆英文字母啊 之类的啊 嗯 但是呃 就是说他这个还是很很 下网旗下的很多 就是因为这个比赛是采用网络的 对异的形式 哦 所以说一天应该是呃 他占有一点的优势 哦 我总觉得对的电脑下 和对这些棋盘面对面下 还是有差别的 我觉得差别特别 哎呃 是啊 这个呃 在电脑上下那个感觉呀 好像就是一种纯粹的胜负游戏 嗯 如果你要在棋盘上面对面下呢 他还有就是很多其他的内涵 他可以感感知到对手 哎 这一瞬间的情绪或者是 对对对 就更更能称之为手谈 两个人彼此的交流 没错 电脑就对着就味道就差 没那个感觉了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各位旗友啊 有机会还是能多多的在线下交流 面对面下 面对面下 更有味道 嗯 是的 加 加鸡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选点啊 跟这边有一定的配合 对 是的 这是最容易的下方 对付这种加呢 一般是煎这个压这个压这个 一般有这种三方三种下方 嗯 其实记住一种就行了 这个基本上没毛病啊 通用 什么场合都可以 不会太坏啊 嗯 这个是要点 又有犀利的一面 嗯 这他的 所以曹英元老师骑那是比较好看的 嗯 是的 这个地方如果选择跳 那白旗呢 一冲 嗯 一挡 它一拐 这个局部可能就下完了啊 就没有什么后续的手段了 好像黑旗再下也下不动是吧 对对对 你也不能长 长被断了 哎 长它有一段啊 嗯 当然你也可以长了 但是就是说 那就是另外一盘旗 对 所以呃 这个旗选 黑旗选的爬呢 是进攻性比较重 是 再爬 爬出来 嗯 你直接跳自然也可以啊 但是这个区别 你要直接跳的话 这一尖顶之后呢 这地方会有个冲断 对 所以说再爬一个呢 是让白旗这个尖顶呢 变成后手 嗯 白旗长 哎 这个跳 也是方向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地方白旗已经有个小尖了 你这个地方 可以离成白旗 黑旗的视力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等于跳到了白旗的视力范围内 嗯 这是调子比较舒畅 这样看起来 好像白旗的配置 就觉得好像当 不如当初那个小尖起来 哎 对对对 这边 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嗯 但是呢 这实际上 比如在AI时代呢 这个AI的这个胜率方面 也没什么大波 还差不多 对啊 还看后面 这个 嗯 只是心情上 黑旗比较好 嗯 白旗走的这个 这个就当务之急了 这个地方如果是在被黑旗占到 对 这地方配置的太理想了 是的 这个地方白旗占到之后呢 黑旗这边不容易成空啊 嗯 这是大事上的要点 拆 拆二 这是有双方根据的意味 如果黑旗这个没有的话 被白旗这样拆过来 那黑旗这个还不安定 没错 黑旗这个拆过来之后呢 黑旗这个基本上已经是活了 嗯 白旗这个反正还收工啊 这是双方的根据地 这种旗往往都是要点 对 是的 这不重要这不起 抢旗至少不会坏 嗯 白旗坚定 白旗还是仍然选择了这部坚定啊 嗯 但是我的感觉好像这部坚定呢 让黑旗这地方的这个意图吧 全都实现 嗯 嗯 要我下的话 我不一定会走在这里的 嗯 我可能会考虑 这个 先去攻击黑旗这两个 嗯 如果说你比方说你要这样跳 跳出来 我这个获得先手之后 嗯 我那地方就可能不着急了 我可能比方这样 我这尝一个介绍一个 我这样的跳 我最先先攻击你这个 嗯 争取主动 这个呢是呃 实战白旗这个呢是 更偏于防守 嗯 王老师说要先下手为强 对对 这个 其实呢 这两个下法 如果从胜率上 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 嗯 就是就是戚风上的喜好吧 哦 戚友们也是可以 你要觉得自己后半分比较强 你可以下下这种坚定 慢慢的 慢慢下 不着急 你要比较喜欢吃大龙 比较喜欢攻击 那你就直接就攻过来 嗯 这都是可以的 差一 哦 这个显然啊 曹循夏老师认为这个 这个是要点 所以他一看啊 白旗没走 对 你没下 我就下一个 嗯 他就很高兴的 就把这个站到了 嗯 是的 嗯 但是这部棋是不是好 那是不一定的啊 因为这个肩顶完之后 这个冲 其实是眼界的一个好点 冲 因为这个形状 嗯 如果说被白旗挡住 白旗显然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 嗯 那从这个假度来呢 你这一冲破坏了它的完美状态 嗯 那你呢 这不起冲就可能有它的价值 所以冲完这样下 呃 有可能会比走 直接走到这呢 嗯 效率更高一点 嗯 比方这样 哎 你要虎的话呢 我就给了你扳 嗯 嗯 争取把这一手机省住 哦 冲完了是直接加住的这个 哎 对对对 这样这样下 这个真的不太会 而且还强调这一点 嗯 走完之后 这以后一搬 对对对 你挡着一吃很厉害 嗯 就是这样这样的下法呢 可以是白旗这个肩顶的毛病最大化 这棋呢 我本来想的这种地方是不是 这也是传统手机呢 对 我以前看到这个棋形 就第一感觉是不是应该走在这 但是现在还可能有点间隙 因为现在是这样 现在它立完之后这个有冲断 嗯 所以你这个点呢 现在是呃 时机还不大成熟 哦 是这样子 嗯 所以还是应该冲的再加这个 嗯 对 刚才王老师摆的电话 这也是这个 呃 我觉得好难想到 对对对 一般是没有 哦 对 我没有往这加的感觉 嗯 因为也不能强求这个这些这个大前辈们每天还盯着电脑练 是不是都已经毕竟都快70的人了啊 现在这种AI的下法呢 他们可能就是大略知道 嗯 但是知道的可能不是那么详细 嗯 像这种 这个是完全是传统的 对 对 传统的下法 嗯 这样对这个白旗这个子的攻击力很足 嗯 他实在是这么下的 嗯 嗯 然后白旗就靠压了一个 哎 这个非常紧凑啊 呃 他的期望是你走这个 嗯 那就这样一糊 那就太太欣欣了 你打这个 哎 你打他就呢 就接个机运行了 然后就接上 哎 然后再再跳出来 嗯 这样的话 他就先手把黑旗这个 度过的可能性给消除了 嗯 恨不恨不能待会再去顶他一下 对对 这个黑旗这个子力还很重复 你看这个已经很厚了 你看跑过来这飞压了两下 像你说的这 以后要被白旗一尖顶了 以后再一搬 哎呦 这个地方越来越多成一坨一坨的 是的 嗯 所以这个靠压呢 是等于是藏了一个小限制啊 黑旗千万不可以搬啊 搬的话就中计了 嗯 这个地方曹老师非常犀利啊 对 我记得曹老师以前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特别喜欢这种 是的 这个手段 就是你靠压我 我不跟着你走 我要反挖反击 没错 反击的味道是非常浓的啊 对 这也是这个局部 黑旗最强的一种手段 嗯 那这样的话白旗这个靠压等于是没占到便宜 没占到便宜 嗯 有点靠不住哎对 所以说现在挡机可能实际不成熟 有点太过分了好像 嗯 白旗下的这个 这个思路很灵活呀 对 因为一般来讲你的逻辑是哎 觉得挡机不敢 你可能是不是哎 我就虎个断 对啊 这个能比较灵活 嗯 但是呢 呃 如果你要真的虎的话 你会被人这要刺一下 就刺成鱼形啊 这很不舒服 哎对 这这也是不太开心的 不愉快 这个地方你脱签的好处是 你也不怕人家断 嗯 他如果断的话 你见来可以从这打 对 他还没有吃住你 哎 他有这种味道 你当然现在马上走 被人飞可能还是危险 嗯 但是你残存的这种味道 啊 反倒是呃 比这个直接走掉 对黑旗的那个威胁更大 没错 思路非常灵活 对 嗯 这种地方 你如果走一个让人家度过的话 我觉得是白亏损啊 就没有后续手段 而且自己还走的还挺重 哎 你失去了就最严厉的这个党 没错没错 啊 先做点准备工作不要找 脱心是非常高明的一种下方 接下来 哎 这个地方啊 曹勋勋老他就是不肯充这个啊 这个 我 我我也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他为什么不先冲掉了再贴 因为这个地方黑旗已经都很厚了 那他为什么不不愿意冲呢 是不是 冲掉甚至这个局部的一班 我看这黑旗 白旗也也不一定好抵挡 现在就搬吗 呃 是啊 现在搬也可以啊 也可以 对啊 这不太明白啊 这个地方 嗯 这就搬的话 他是不是要挡住 他肯定要挡住啊 这个好像也没得退了 是的 搬了不挡怎么办呢 那你这也可以施程已经便宜了 对不对 然后你再压 就是这地方你随时都还是留着 这个一个严厉的尺段 嗯 现在白旗要再补的话 他就没有时代那样补成好形了 对 补成那样好形 他即使 就这不难 对 我不太会 这个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是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哎 曹云军老师他就是不肯冲掉 很有意思啊 不知道他是思路是什么 他可能是觉得那边都不重要 嗯 很大气的一种 下方可能是 脚里不重要 不跟你在那纠缠 或者他觉得这下有点损 可能对那边有点关 你或者是 你说的这种 可能你担心白旗多了个子啊 这以后挡下来是不是更厉害了 等等等等 这是他的顾虑吧 所以他一直不走这个 他是单贴的 哎 那单贴呢 白旗自然高高兴 现在 他贴回去 哎 这个 这个形状是非常完美 还是靠压 嗯 这个靠压 这是一个也是经典的这个手段吧 啊 他希望呢 是你粘回去 啊 那如果白旗粘上呢 黑旗太高兴了 他就设为便宜了 是的 他可能他可能是是不是就天上这样一走啊 之类的 白旗肯定是不能答应的 夏成这样之后 哎 对 他肯定不会站回去 他站回去 想了别的办法 就就就就被占便宜了 嗯 冲一个 啊 好断这个 哦 他是 嗯 看上这三个子了 呃 那白旗黑旗自然是不会给你了 嗯 一般都是理论就是你断哪边我要吃那边 哎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规则 对 其实这种冲断 呃 百分之八九十吧 呃 人家断哪你吃哪都是没毛病啊 一般都是这样的 是 哎 这样的局部形成了一个小转换啊 呃 我觉得可以说是双方 各取所需 嗯 啊 白旗呢 愉快的把这首旗给上住了 嗯 黑旗呢 在底下活得非常开心 五目旗已经到手 还这个破坏了白旗的角控 嗯 属于是结大欢喜的这个状态吧 嗯 这局面依然还是很 呃 差不多 反正跟开始的时候 对 所以说这个前辈们这个表现也是 非常的 呃 发挥的非常好 很出色 并没有出现很很坏的旗 对 是的 嗯 然后黑旗上面加了一下 这时候很重要啊 哦 如果说一一旦不小心 哎 贪子啊 贪贪就不肯被给别人吃 下出了这不接 那这个胜率可能马上就会崩卡了 嗯 这个地方 白旗攻过来之后 你这个反倒会中 你不走是轻的 对 但是你走了一下反倒就中了 对 因为这已经花了一手 啊 所以说这种地方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你接上来 对白旗这个没有影响 对白旗这个也没有影响 这个段是不成立的 人家一打 嗯 对 然后你一尝 我我不是爬过 搞清楚 我从上面压住 把你吃掉了 至少太一旗 把你吃掉了 所以这个段没有用 那你这五个子就太重了 是的 就是单纯的五目齐 嗯 那这个是价值不大的 嗯 现在大于五目的很多啊 没错 这个千万注意不能把那个接回来 对 如果你接回来之后 这产生了一个段 哎 那你这个接回来就有价值了 如果他是爬在底下那还好一点 对 你这个段要成立 这个结就很大了 对 所以这个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他特别希望是哎 白旗吃这个 对 那就是他不是从这打 他也可以从这打 对 对 就提掉了 你要接的话还别打一下 你要提的话 以后还有可能被人家打回去 反正很不舒服 这个地方就是黑旗呢 一定要让白旗去吃 对 那同样呢白旗也绝对不能去吃啊 白旗实际上虎这个 这是正确的 非常紧凑啊 下的很很硬的感觉 对啊 这个把你很按在里面 这两招我觉得很有这个 曹仁玄老师当年这个巅峰转发的风采 这旗下的非常紧凑 是的 这个从外围包去 把你蒸去 把这个经吞掉 对 这个 对白旗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可能在曹老师的概念里面 这围旗就是应该这么下 就是狠狠的摁住你 对 一定要追求最高的效率 对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白旗必须要反击了啊 这个不能够 轻易的被黑旗摁回去 一定要把头出来 他如果说就是这样 就特别单单一的这种下法 这个有点 太内容 这个这个有点下不出手 因为什么呢 咱们这个围旗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里外 咱们下旗还是经常要注意 把旗子都走到外面 没错 那什么是里 什么是外呢 现在白旗这个显示出在里的状态 对 被黑旗包围 那什么是外呢 这个应该是外 这个一长之后 外面 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那我们同样的 这两个选择 那应该是从这走呢 包括这个不起 那显示应该走在外面 这样长 那这样可以形成跟黑旗 这四个字的一种对共的状态 千万不可以从这打 因为从这打就走到里边了 走一手亏一手 走一手亏一手 走的越多亏的越多 是 所以白旗得想想办法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白旗的正手 应该就是长 单长 因为它符合把旗子走到外面的原则 实战白旗下的是这个 这个我觉得仪天老师 可能是指导旗下多了 有点像骗招的意思 他希望 你从这冲啊 从这冲 你只要跟着我走 我就走着走着 我可能把你这个字符给干掉 但是这步棋 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老江湖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曹老师 人家能跟着你走吗 这个 这步棋可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刺在了一个黑旗很厚的地方 同时呢也走在了里边 就相对于这步棋呢 这步棋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里边的状态 现在看这白旗这个长还是挺有力的 因为白旗这块旗基本上不用担心 这里有个通 这里有个虎 你沾上我就虎一个 其实你不怕被他封进去 那么外面如果说白旗能抢掉一个先生 比如说这么跳过来 对对对 怎么走一个 那就主动了 对他这块旗就造成压力了 是的是的 这不刺 往这儿下好像是感觉方向不太对了 有点一厢情愿 是 这也可能是下高兴了 这一高兴就点上来了 是 在这个地方 哎 这个 这个太大了 这个被吃掉了 这个蒸掉了 这一向的黑旗外面就厚了 这个 显然是这个一天有点小失误 没错 这边的厚薄一下子全部逆转了 跟刚才白旗长这个相比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在白旗 他走到了一个就是这些缝里面 这些缝里面钻得很来近 但是你别以为这样下白旗就 就一定好很多了 就黑旗一定就大优了 那也未见得 是 因为什么呢 这个里外他随时都会转换 你看刚才好像黑旗占据了外面 但是呢 白旗把这个头出来之后 白旗以后还存在的 是在把黑旗给包围住的机会 如果发生的那一天情况 那一切就都又重新评估了 所以说现在 黑旗虽然占了点小便宜呢 但是呢 也并没有说是局势就有很大的优势 大致上呢 还是处在一种均衡的状态 特别是他多了这两手之后 这个党现在很现实了 所以说黑旗这个是间接的在防这个挡的意思 我觉得白旗好像这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做点准备工作 什么时候把这个挡下去 是的 是的 所以说黑旗这个飞是很有必要的 把这个防守住 白旗脱先了 这个大局很好啊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把黑旗展示 理解成后市的话 那白旗这步旗呢 就可以把黑旗这个后市的威力 给减效到60%以上 对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要换为黑旗 就要一看 太大了 这里边隐隐地存湿了 对 所以这个是现在 全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看起来这个 一天九段的旗还是很清晰的 那是 这个毕竟在网上经常练 好练 不能够这个 就轻易的小看 黑旗直接就飞了 黑旗争取把这个字安定 这也是很合理的 这个形状 这个二路飞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产生了下一首 仍然价值很大的一首 对 这个尖是很很大的一步 自己做活了 还有带着木 还破着你的木 这也是这个围棋的一个重要原则 如果你要这一首旗走进去之后 能够产生下一首 仍然价值很大的戏 对 那么你这一首旗往往就是好戏 是的 你像这一飞之后 下一首这个尖 仍然很大 能够飞没毛病 很好 然后看这个地方 白旗怎么动手的 嗯 这是很靠的 这个说明这个 仪天老师这个冰书读的很多 在这个局部 这招靠是最严厉的 因为你要飞的话 人家一爬 就一爬 然后再一尖 长 高高兴兴就活了 然后你发现你外面好像还挺 不是很厚 然后发现 对呀 起码是不厚 实力付出的代价很大 这种地方以后被点一下之类的 还挺难受 所以这个飞呢 一般是不愿意下 原来这棋是靠的 对 他是希望你 你比方说 如果你要长 他就一扳 哇 你这个形状马上就崩溃了 顶人鞋上 形状马上就崩溃 但是吓得很开心 在今天挡住变成不活了 还得连回去 对对对 就要死了 所以这一靠的时候 千万注意这个棋是不能长的 不能长 那你不能外长 只能往里去了 对 那里扳 对 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白棋这招靠的好处了 本来是这样的 白棋靠本来是 本来这个时候你是要爬的 等于现在呢 你没爬 让你到这来了 那白棋总是得力的 对 他总是比那样要好 是的 长 再见 就是希望你要走这个 他就高高兴兴的这样 啪一点 鲜手便宜 如果能下成这样的白棋还挺开心的 对呀 他这把黑棋全都压迫在二路啊 这 你再让人家走 就人家去一路了 就无可退了 所以说这是白棋 最大的追求 嗯 曹云云老师也很犀利啊 他选到了反击啊 他没有这个 他冲的这个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刀冲呢 呃 就是没有办法啊 我非常理解啊 这就是 就是你只有对AI的功夫下的很深 嗯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局部其实 貌似必然的这一冲呢 实际上不是正手 啊 不是冲的 对这个地方的正手 应该是先冲这个 啊 这个是很微妙的 哦 你说黑棋先冲这个 黑棋应该先冲这个 如果说他挡住 你打他再冲那个 再冲这个 对对对对 假如说这样 对对 然后再断 哎 这个等一下这下冲着 这两个次序 它是有比较微妙的区别的啊 对你要不熟读冰书啊 不经常在网上跟随时随刻 随时随地 嗯 应该保持这个亲密接触 那你是很难知道的 没错 因为这个棋这顺手一冲 看着总是便宜的 对啊 主要是这些冲完这个之后 你这再冲的时候 人家肯定不会打 哎对这个区别是 你冲完这个之后 你再冲的时候 人家就不打了 人家打了一个是帮你忙 帮你断 没错 人家会选择这样直接断 对对 直接断你看 你要再搬的时候 人家这时候 又让他不是断的了 他是长的点 等于是他避免了帮你走棋 对 而你要先冲这个呢 就可以强迫白棋帮你走棋 这是个围棋里面的次序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他是这样的 如果说先冲这个的时候 白棋打这个呢 他可以单冲 对那他底下以后这个搬毡 如果你啊 比方说你要你要一长的话 人家这个不给你这个交换了 对 这可以跑 对如果你要一提的话 人家留着这个半战的关 没错没错 这部白棋放在这还是放在这 还是区别挺大的 对现在大概只能回去 要不然底下还留个logo 是的 是的 嗯 他是先冲这个 白棋挡下来 嗯 然后黑棋再冲这个 嗯 这时候 每一天那个冰书这个读的还不错 你看他不挡 一挡就中计了 对 这样白棋等于是不往这个地方下 他以后要走在外边 就觉得白棋又赚到一点 这个回合白棋得利了 白棋占到便宜了 嗯 白棋用这个奖励 非常实惠 下飞 嗯 尖充 这是典型的AI的下法 没错 也特别适用于这个局面 嗯 就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当如果你要想让 黑棋这块 承不起空的时候 这个尖充就是非常适用 非常恰当的一个下法 没错 看看黑棋会如何 应他这一手 这个尖充 这个你看这个 对于这个尖充啊 呃 白棋的语言就是 无论你走什么 他都有便宜 是的 那黑棋的反击 就一定是哪有都不走 啊 是 所以这原则很合理 嗯 点刺 哎呀 这个 你翻翻眼 这个刺跟这个刺 好像有点 类似 啊 就说明一天都很喜欢这种刺 是 这是啥意思 我我真是不太明白 因为我不明白是在哪里呢 我就算黑棋沾上你的便宜是在哪里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棋 它本来 本来我就算难看一点 断 你吃 它这个打吃是鲜手 是的 那你这样一刺完之后 你这个打吃鲜手不是没了吗 这个便宜在哪里 这联系在何处 这个 当然这个 当然这个 到了他们这个 年年纪吧 我觉得可能是 快乐为其更重要 就是他这个棋怎么下的开心 下在哪 他觉得高兴 这一点 比这个绝对去追求哪不其好坏 我觉得更重要 哎 一天就是我这一次 我这一次我 刺的心情非常好 那他就来下了 啊 他有的地方还是就是 很多其实还是反映他的个性 哎 对对对 有的地方可能他觉得大局 或者什么 还是要模仿一下AI 啊 但是有些棋 我觉得还是非常体现 就是他们的棋缝 还有他们的个性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这种棋是更好看的 就能够带有 棋手的这个鲜明各项的棋 没错没错 千万一律全都是AI 全都是正招 哎呀 看着也没劲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当年的这个六超时代 啊 很多这个人都很多棋友都念念不忘 那时候 大家都很怀念 说真的 有点像他们以前的这个 百家这名史 什么风格都有 对对对 是吧 像郁公老师的雨中流啊 对 家腾老师的这种天杀星啊 是不是啊 还有赵志勋老师的这种真地鼠啊 什么 什么风格都有 就他们每个人的风格 其实特别鲜明 嗯 这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哦 到了现在我觉得好像整个体制就两种风格 一种是喜欢战斗的 嗯 一种是不喜欢战斗的 然后剩下的 没了 嗯 嗯 我看曹清玄老师他觉得我不能跟着你赢 哎 我要反击 个性的一种体现 是的 你一次你让我站我就站 那他没面子了 不行 我得反击 是的 这个是很这都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啊 不知道 我在想一田老师他点次的时候是不是预料到人家要反击 嗯 这个不一定啊 因为我我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我包括我现在啊 虽然年纪没他妈大 但是有的时候下棋也也是已经进入一种快乐的状态 我这个棋 有的时候我甚至明明知道哎 这样下可能 会被骂啊 不是最佳 不是最佳 但是我下在这我就心情特别好 我就想下这里 我就想下不下 买到 买到 骑掉 嗯 那就是这个子得赶紧逃跑了 嗯 像是这个 啊 这样 这个棋 也也不太符合我的常规认识啊 我认为 这个棋 黑棋已经到这了 你赶紧跑这个子 比较重要 他他怎么到这来了 他到这来了 他到这来了 他不担心黑棋这样压出来 嗯 如果你要跟着搬 我这样尝一尝 那去把你这个子自然而然就干掉了 那你这个 如果是这一手棋就无疾而中了 就这么废了是吧 就还损了一亩 对 那这个 不是 呃 代价付出的很大 嗯 是的 所以这部棋也可能是啊 一天老师高兴 高兴 我愿意下在那里是吧 对 是的 黑棋下的也 就同样也是个性强烈的 对啊 你 我这贴着你 你敢不理我 对啊 不行 搬着你走 嗯 嗯 可能曹勋玄老师觉得 在这一带 把他的头摁住 这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觉得这部棋还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这个地方 你如果被白棋搬了出来之后 我们看这当初的后市 其实还出在一个没活的状态 没错 没错 嗯 而黑棋这个有了之后呢 嗯 这是正宗的后市 对 非常后市 这个这部棋呢 关系到这块棋的后包 对 哎 这个这个你不走 这地方还有瓦痴 哎 你要不走我这一瓦痴就就偷吃了 对 嗯 所以他得硬啊 哎 粘住 厚厚的 这就成为后市了啊 那现在白棋这个肯定得跑 再不跑呢 没劲了 压的 啊 嗯 哎 这是现实 哎 这样能连上的话是比较美的啊 如果这三个能跟这个连上 那这个呃 白棋是非常的舒服的 嗯 这很开心的一件 但是黑棋应该是不会答应的 嗯 他跳这个 无论你跳哪个 反正我都得把你抓 黑棋应该都得放击 嗯 啊 尖顶 就是做一个准备 如果你要一立 他就搬出来了啊 那那黑棋白棋敢不敢立 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能给被这一搬 这个实地也非常大 没错啊 这是一个难点的选择 他点了一个啊 他这个啊 就是你看 我不是直接补断 我也不是选这个 而是第三种 这都是高手的思维啊 寻求一些变化 但是这个我相信这个 这个曹云洋老师应该不会服帖的粘住吧 粘住那是明显被你便宜了 我觉得他们一般的思路就是 你要点我想让他粘上的时候 一般来说都会反击 反击呢 是高手的共同特征 他不愿意让你 把棋局这个导入自己的步调 他一定要把这个形式弄到他自己的步调来 点对了 厉害 犀利啊 这不是非常的犀利 是 他不是说老老是粘回来 反击 无视你这个点的存在 对 这看起来很有力 对不起 我觉得局面慢慢的好像有点进入了这个曹云洋老师的调子了 嗯 断 好 毫不手软 这个马上这还产生一个断 但是这招断也有单关的嫌疑啊 这个黑棋是兼这个吗 对啊 我想这是他的预定 黑棋这个和这个都是有很大价值的 现在这两个 是负担还是有东西还得看后面的结果 长应该得长 对 所以他就把这一带黑棋给断开 没错 要不然这个被一般基本上都已经 那这两个就很清楚了 是的 这个一长 这个地方现在 然后再尖 这地方白棋要出手 再挖出来 这个进行这个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这个黑棋 白棋先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那个白棋可以看到 一二三四五 这基本都是没什么木 黑棋这几个走的都是有木 那现在白棋就必须得对这块棋发起这个猛烈的攻击 是的 温柔的攻击还不行 你占不到多少便宜 这边都白亏了 这有猛烈的攻击手段 这个猛烈的攻击手段 比如说我摆一个能不能在这 对啊 这个就挺猛烈的 猛烈 对这个挺的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住 因为你现在这些可能来不及了 什么都走不着了 我感觉上白棋呢也不一定会有 就能够把黑棋给拿住 但是如果一旦把这个吃了 那就非常美味 对 那那是 那如果不知道他是怎么选的 咱们这个比赛 农心杯的这个国家的特邀赛 他跟农心杯的正赛的规则是一样 每方一个小时 然后一次一分钟读秒 如果是中午12点的开始的话 那到现在可能双方用时也不多了 快进入读秒 没错 这个一分钟一次读秒是很要命的 对 他不能过 对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 你看不清了 你还可以过一次 然后呢 利用延时再看 对对 就一次 你十九八七你就得下次了 对 就有时候局面特别复杂的时候 一分钟可能是不够用的 对 所以说哪怕现在这个局面 有一方是好 有一方是不好 一进入读秒可能就会发生很大的变数 对没错没错 是的 我记得第一天 长号九段跟曹勋玄九段下的时候 就是你棋就特别胶着 对 一到读秒我觉得就是 说到这一点就是啊 这个曹勋玄老师呢 他这个一返回棋界 好像精神就焕发了 成绩非常好 他觉得我终于想要做了想要做的事情 对啊 他总算可以下棋了 因为他韩国的这个规定 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不能够参加围棋比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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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估计是憋了好久了 是 一下重返棋谈 青春焕发 对 既然把这个长号啊 我这师兄长号也干掉了 比他小那么多的年龄的 我觉得也很意外 对啊 我也在看那盘棋 我看打结的时候还是很胶着 就是中间找结财 可能白棋有点失误 但是即使不失误那棋 依然是很胶着 对啊 而且他之前还下了一些别的比赛 下的也特别好啊 所以说就围棋真是可以下一辈子的 这一个事情啊 只要你愿意下 是的啊 现在下到这儿了 白棋飞了一个 白棋飞到这儿了是吧 这个如何 黑棋能够把这个如何处理的怎么样 对这盘棋的这个形势好坏 有很大的影响 白棋反正是闭着眼睛要猛攻 要把最厉害的手段都拿出来 拿回去 但是就看 哦 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你要是他跳的话 这讲来是 那一次就有一个急 所以说他这个靠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 对对对 哇 但是这个白棋这个棋型也是相当不错的 对 你看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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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当初的投入现在就有产出了 没错 当初这是五个单关 现在这是一二三 每步棋都有不菲的价值啊 而相对来讲 黑棋这个都是没什么用 嗯 所以现在啊 我觉得一田老师的攻势很猛啊 很看好白棋 没错 搬这个 哎 这个一斑啊 这个眼位也是基本上成型了 但当然 白棋痛快完之后 还要面临着这边的问题啊 这边白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看这个 哦 这个很厉害啊 啊 好犀利啊 他不是这样 对啊 我以为他是顶过去的 反击 如果你要断的话 他反断 他把你断掉了 哎 那这样白棋显然这两个要死掉了 嗯 如果你要不断你要摘上呢 他就摘上 对 啊 你挖断的话 他这个一圆也是活气 嗯 哦 他这个反击的这个想法也很犀利啊 太锐利了 那白棋这个不能断在这儿呢 他也只能往这儿斩 刚才如果说这样的话 嗯 假如说这样 嗯 他是不是需要想点什么办法 啊 你是说这样 嗯 这样你能吃掉我吗 嗯 藏在这儿是吧 藏在这儿呢我就 局部是没活 啊 局部你可以看到 把这个先竖下去 哎 你还先竖下那个是吧 对 这边白棋 黑棋已经花了 而且注意到这个地方一挤 那局部是不活的反正 哦呦那黑棋很凶险啊 对啊 我觉得好像 这斑应该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哦 那如果说白棋现在这不沾 嗯 如果成立的话 那岂不是黑棋要交代了 啊 没有看清楚一下子 是不是黑棋还有别的好的办法 嗯 我一直也没看到 嗯 也没看到别的什么太好的这个 这个办法 嗯 那照这么说 这黑棋现在处在一个很紧急的状态啊 对 因为白棋这要断是不成立的 但是他如果接在这儿 黑棋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法 黑棋这个地方 危险 嗯 嗯 因为黑棋得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 你只是只是自己单纯的做活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你沾你 你要考虑下面的问题 你不能把这些下面都走死了 这个地方黑棋可能会这样 啊 可能是接了之后 会从这这边搬出来 这有可能 嗯 沾上了 这这段好像有点 对啊 你这个你有点 你断可能是 确实不一定断的时候 这样 这样反击 这样好像有点 嗯 这样他那边就可能是 寻求一种弃子的状态 或者把这个 然后这地方一跨 就靠出来 你一冲 他这地方还有断 还有外面这样的反击 嗯 嗯 可能是要这样 对 对 在这个地方白棋应该也只有沾 啊 如果不沾的话 被黑棋断掉损失太大了 先搬这个 哎呦 这个 非常的灵活啊 这个 像是好奇吗 嗯 稍微有一点小小的这个怀疑啊 我就 接住啊 就让斑能有什么 神奇的作用 对 就我就接住啊 你有神奇 因为你接这个 我还是接这个 对 对 而且如果你 哎哇吃的话呢 我这一兜吃是恰当好处的 没错 啊 这个结显然是黑棋是不怕的 嗯 那白棋并没有什么恰当的结材 嗯 那这张斑如果 哦 那再接住 那这张斑有可能会送眼呢 啊 哦 哎呀 那只有断了 那是这地方要练出来 你看这张斑 那可能是 如果被这样一断掉之后 这两个交换可能是送眼了 对 嗯 但是现在白棋 肯定要先搬出来 哇 这个战斗是非常精彩 现在啊 到了这个非常激烈 啊果然下场这个 跳下去的 他想多吃点 对 那个打吃可能还有点太缩了 可能下的 那这个局部呢 现在是如果黑棋走的话 他这一冲 嗯 对 如果你要尝这个的话 他就一尖给你下气 没错 那这个是白棋不怕 也就是说这一跳 白棋自己没问题了 嗯 嗯 嗯 那黑棋现在是要 这边反击 他吃 哎真稳的啊 他这条棋的意思是 吃完之后之后 产生这个冲了沾的先手 那这一 黑棋就全死了 对对对对 但是这样的话白棋肯定是 要把这个全吃掉 他是挡下去的 那这两个交换的目数上 是比较亏的啊 哇 哦 哦 难道这里还要产生故事 啊 还要跟人家杀 会吧 杀戏应该是白棋肠 嗯 那白棋在这地方是比较有收获的 是啊 哇 这个战斗很精彩呀 嗯 呃 如果是这样 我感觉好像 呃 还是这个 白棋还是有收获不小的啊 嗯 但是现在问题是 这边的问题没解决啊 你那个局部虽然是可以啊 但是外边 哎 这这一时候我觉得是二十目以上 啊 如果说 这地方白棋吃到二十目 那这一手棋就补回来了 嗯 本来如果说白棋能挣到这个力的话 这还没吃掉呢 这回头还得黑棋还得加一个呢 这一手棋已经 这一般这已经绞了二十目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先把大勺搞清楚 这很有必要 确实 而且呢我们得注意啊 虽然白棋号称吃掉了 这个地方以后 黑棋一吃白棋很痛苦啊 这个棺子 团不团回去 你不走这一提是打结 嗯 你要一蘸的话 被黑棋欠手便宜了 然后一搬 你实际上没吃多少空 嗯 他就团了一个 哦 逆手很大 因为如果说不走这个你先吃呢 估计 白棋肯定给你拼了 给你打结 吃不着 那是个逆手很大 但是问题是你走了这个 这边上再让黑棋下 有没有可能被黑棋全部干掉 惊吞是吧 对啊 如果惊吞的话 这是一个小四分之一棋盘啊 那这个白棋可就累了 嗯 哇 这班棋我觉得 呃 两位前辈下的都特别好 对 你来我往啊 嗯 各走各的路 谁也不让谁 嗯 直到现在如果说 呃 白棋把这么大的一个关子抢了啊 黑棋如果在这边 不能够把白棋全部侵吞 嗯 那这个 我觉得黑棋的实力堪有 啊 对 胜负现在有取决于这边的战斗 嗯 嗯 但是看起来 这个地方啊 很为白棋担心啊 因为黑棋这个全都走得非常厚 嗯 这个地方也比较考验 这个曹云轩老师的这个力量 怪一个 啊 这个地方你不走这边一打 这个全都崩溃了 这一吃啊 这一刺一吃啊 这个一大糊涂 啊 这应该是有一个先手啊 是一个 他如果长的话 他说打了又长 对对对 这是一个就是打僵的先手 所以他搬住他 嗯 但是还是取这一战 啊 胜负还是取这一战 对 这个地方黑棋走在哪里 吃起来 还是 还是 就这样吃 还是这样 鸡吞 那我看他走什么了 哦 他煎了一个 哦 他仍然在打僵 因为这个结实先手 你不走的话 这一夹啊 对 估计有了这个加之后 这个杀其 应该杀不赢了 黑棋 你加你一粒的话 他是一万 你走 你就有 一二三四五 嗯 估计至少会出截 所以这战应该是先手 嗯 我觉得黑棋好像已经在处于 想收收兵 就把这个拐了 这首先已经转到了 他这个战以后先手 你得补回去 啊 你的意思是黑棋不一定要 把白棋拐掉 然后对 我把该便宜的先先 走了 然后 回首再把那个走了 哦 什么 看他们这意思下完了 啊 是吗 哦 那我们赶紧把这个 看看他们下成什么样了 哦 如果说马上这么快就结束了 一定是有一方出现了 的失误 哦 哦 这个白棋 这个撞起来不像好奇 因为这个没 这个主意是夹缝中啊 没有 这个 为什么 他要在这里边 撞来撞去 不太明白 他走了一串 有什么用吗 这个 不 这还有有有撞气的嫌疑 嗯 这好像这一下就不太对了 白棋 哎呦 那这里面会不会本身就出截呢 二四五武器 武器 不会本身就出截吧 这已经就是对杀就已经不对了是吧 本身有可能会出截呀 啊 黑棋二路一加 就算不出截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黑棋借收器把白棋全收回去 那这个黑棋 这个白棋的木树损失也是 对 非常难重 那现在杀器应该还是还是黑棋 黑棋不够啊 白棋快一棋 呃 但是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一二三四全是先手 一二三四五 白棋正好快一棋 等于这地方自撞了一棋 啊 这本来这地方有两棋 现在自撞了一棋 那全部收紧了 白棋我觉得应该是不太行了 大亏啊 不仅仅是木树啊 厚薄 都大亏 啊 一天老师 没想到 我我看他下到这儿了 哎呦 我以为下到这儿了 我看他下到这儿 我就被惊了一下 呃 指不定是摆出一种滑镖的姿态 其实我就是想下到这儿 对 他就是想 他觉得可以吃到这儿 因为这一串全部是先手 其实黑棋很厚这边 我觉得吃这儿就已经足够了 对啊 已经很好了 万一被人家藏出来给你拼 那感觉这个白棋有点凶多吉少了 我觉得是 哦 这个主要是不仅仅是厚薄问题 木树上白棋也很受伤 嗯 现在白棋那只有20摩 25摩 35摩 45摩 55摩 60摩 白棋70摩是不到的 10 20 30 40 60 呃 45摩 这个估计 这就是最后一手了 要乐和喝了 没错 你最后一手的意思就是 一天受不了 好想 这实在是跑不掉了 这往哪跑啊 现在 真稀利啊 这个 哪里有路啊 这个 曹云贤老师 都已经快 快七十了 好稀利 就觉得还是 这个棋下的 人家这么漂亮 对 而且绷得很紧 就感觉就关键的时候 毫不手润 哎呀 那照这样看来 我也应该 退出棋坛几年 再返回的时候 反倒功力大涨 是吧 有可能 激进一下力量 真没想到 这半期 我觉得这个 曹云贤老师 下得非常好 大家看到这个 曹云贤老师 今年是 他53年出生 今年 六 哎 是68 68岁的高龄了 对 这个 我们把这个 先手走掉 就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 这样的话 这地方有一段 这地方有一段 这还是个软头 这确实是无路可逃 我觉得刚才 白旗这儿 可能是不是出手的时候 有点 他被人家坚顶一下 他可能一下子 不知道该怎么下的 他出手好像一下子 就不对了 是的 但是我觉得 更致命的 可能是这个地方 撞了一起 撞了一起之后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 现在我刚才数了一些空 纯空的角度来讲 其实白旗 空很多了 所以如果 比如说这个气不撞 现在白旗这个接用 这地方只要不死的话 白旗还是可以下 那如果刚才是不是 算了 打在这 对 他这个有点过狠了 而且跳下去之后 明显里面又生气 就是说 你不一定赚 跟这个打鼻 如果能确保 这地方 不被黑旗全部吃掉 其实还是有的下 之前白旗 我觉得白旗下的也挺好 但是你突然之间 这个地方被黑旗走成铁后 对 那这个地方黑旗吃起来就比较容易出手了 那这个地方如果被黑旗全部吃掉 那看起来就太大 太大了 这肯定是没法数了 这确实是不够 是的 应该说这盘旗还下得挺精彩 对 我觉得两位前辈都发挥了比较高的水平 对 最后曹清玄老师 直黑是中盘战胜了 一天机机 就断 真是 厉害 那这盘旗呢 我们就为大家先看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 就是小令光一九段 对阵里昌号九段的对剧 好 休息下一会儿见